3月20日,一篇关于杨丽萍造价3000万的月亮宫被查封的贴文在网络上引起广泛关注 文中提到,里面的情况不堪入目,月亮宫早该被封 这篇来自自媒体的发文在短短一天时间内阅读量迅速上升到超10万 引起官方对月亮宫事件的关注 3月21日,云南大理州一官方人士公开表示 经有关部门核实,该自媒体发文内容为虚假消息 随后,杨丽萍公司相关负责人回应称 对于自媒体蹭流量造谣声势杨丽萍月亮宫仪式 将考虑通过法律途径进行处理 目前,该贴文已自行删除 但是,有关杨丽萍的月亮宫应该被查封的言论近几年时有传闻 公众对月亮宫的质疑声也是此消彼长 杨丽萍作为国内著名的舞蹈艺术家 其舞蹈水平已经达到艺术的巅峰 在舞蹈界也早就是家喻户晓的名人 他的私人生活却一直都非常低调 他从来不宣传自己 在公众的印象中他就是一名神秘的舞者 直到2017年,他参加一档访谈节目时 曝光了他位于云南大理尔海之宾的私人住宅月亮宫 才引起一片哗然 节目中,他坦言月亮是女性化的代表 而且有人所追逐的明亮 所以他才有了月亮宫 他自己也喜欢住在月亮宫里 因为这里有他一直追求的不受他人打扰的生活分 但随着这所造价高达3000万的豪华别墅的曝光 月亮宫越来越引人注目 作为白族女儿,大理是杨丽萍的故乡 也是在外实现舞蹈梦想后心灵休憩的向往之地 于是在事业终于有了起色后 杨丽萍决定回到家乡 盖一所与大自然亲近的处所 他在尔海上寻找一座小岛 开始建筑自己的宫殿 为了给自己更好的生活和创作环境 杨丽萍不惜斥资3000多万进行建筑装修 2002年月亮宫竣工 月亮宫的建成成为当地的旅游打卡点 吸引了大批游客 为当地旅游业做出了不少的贡献 这座宫殿是尔海边一道靓丽的风景 豪宅依山而建 外观形似半轮升起的明月 与周围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 群山环抱 面朝尔海享有绝佳的观景视角 据悉 杨丽萍还有意将尔海的水引流到月亮宫 并种上植物 营造出小桥流水的感觉 豪宅的内部设计 杨丽萍也花费了很多心思 既富有现代化家居元素 还融入民族特色装饰 有杨丽萍练瑜伽的长廊和面朝尔海的厨房 还有供客人使用的卧室 玻璃洗漱间 整个建筑理念 就是与自然和谐共生 让人的身心都能感受天地间的宁静 彻底舒展放松 由于月亮宫不对外开放 增添了其神秘感 慕名而来的游客有增无减 造成月亮宫周边垃圾堆积 同时尔海的水又是不流动的 所以便影响尔海的环境卫生 如果时间久了 将可能破坏尔海这一得天独厚的绿色生态环境 后果必将是无法挽回的 另一方面 月亮宫虽然通过精心设计 但本身存在缺乏排污系统的严重弊端 造成所有生活垃圾和污水都直接被排进尔海 因此当地居民非常不满 看到家乡的绿水青山被污染了 他们便毫不犹豫向环保部门举报 为了响应当地的号召 月亮宫有一段时间关闭起来 配合整改措施 治理环境 保护尔海 月亮宫作为杨丽萍的私人住宅 从造价到地理位置 甚至外观造型都让人产生好奇心 在这巨大的好奇心背后 不可避免隐藏着某些自媒体薄流量的动机 虽然月亮宫是抓人眼球的亮点 但作为媒体人 首先应该遵循基于现实的原则 而不是毫无底线的造谣引流